说起清朝,它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留下了非常多的故事,其中以女子进入皇宫而展开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。 当时根据清朝规定,美国三年便会在民间举办一次选飞大典,虽说是在民间举办,可并不是所有女子都有资格参加,只有是年满13岁的八旗之女才有资格,可凡事都有例外。 在皇宫之中便有这样一位宫女,她虽出身贫贱,可却抢先为顺制地生下皇子,最后所得的封号更是不知何意,这位宫女的名字叫做彼氏赫氏,顺制皇帝在年纪只有六岁的时候便登上了皇位。 也正是因为她年纪太过于幼小的原因,所以说她并没有实权,而这时候朝廷大事几乎都有辅政大臣来决定, 在古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成家立业,而一个男子结婚的话,则意味着他已经成熟,对于年幼的皇帝来说,只要顺制能够结婚,那么就能够掌握皇帝的权利,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。 皇帝的婚事向来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事,为了能够保证顺制在结婚之后迅速地适应生活, 所以说,孝庄太后特地安排了一些宫女,在皇帝结婚之前来陪伴皇帝。 而此时,彼氏赫氏就这样被送到了顺制的身边,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顺制对彼氏赫氏特别地喜欢, 不过彼氏赫氏的身份很卑微,刚开始只是一个低贱的宫女, 但是因为彼氏赫氏长得特别地漂亮,性格也特别地温柔, 这也让顺制皇帝对彼氏赫氏特别宠爱。 更让人意外的就是,彼氏赫氏很快就怀上顺制的孩子, 并且为顺制生下了皇长子,顺制特别地开心, 并且下令将彼氏赫氏册封为妃,然而,正在彼氏赫氏开心的时候, 出生仅仅只有八十九天的皇子,却因病夭折了。 对此,彼氏赫氏是悲痛欲绝,不过顺制皇帝并没有因此冷落她, 反而对她更加的宠爱,后来顺制皇帝正是大婚封了, 其他女子作为皇后,不过皇帝和皇后之间的感情并不好, 因为皇后是孝庄太后一手安排的, 因此彼氏赫氏依旧是能够得到顺制皇帝的宠爱, 但可惜的是,随着后宫的女子越来越多,彼氏赫氏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, 自古以来,帝王就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子, 所以很快彼氏赫氏就失去了所有的宠爱, 而此时他又丧子又失宠,再加上卑微的身份。 在后宫之中生活得特别的艰难, 就这样,他在后宫之中寂寞地离开了人世, 甚至连史料之中都没有留下他的名字。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, 彼氏赫氏就是一个传奇人物,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历史的记载中关于他的事情非常的少, 不过根据对他的一些描述以及身份地位, 不难看出他生前被弗林宠爱, 弗林的一生中妃子的数量高达40。 其中,彼氏赫氏是为弗林生育孩子数量最多的一位, 然而彼氏赫氏的身份也就是树妃, 甚至连一个封号都没有, 在古代后宫中大多数的女人凭借孩子的原因都会得到晋升, 然而彼氏赫氏为弗林共生养了三个孩子, 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, 弗林这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与自己的母亲对抗, 之所以没有册封彼氏赫氏, 更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, 但是在彼氏赫氏身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, 彼氏赫氏的三个孩子统统是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, 就离开了人世, 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是后宫中斗争的原因, 又或者是面对弗林的态度, 太后做出的一些动作, 然而这一切都是猜测, 不过这些从侧面反映出了彼氏赫氏悲惨的一生, 生活在后宫中的女人大部分是希望得到皇上的宠爱, 然而如果这种是带有目的性的, 对于古代的女人,尤其是宫廷中的女人而言, 这一切自己都没有办法操控, 面对太后为自己挑选的皇后, 弗林利用了另外一个女人的一生来与之作抗争, 这也是古代女人值得人们同情的一点。 彼氏赫氏表面上幸福, 实际上在这份幸福的背后是其他人各自的心思, 身为中间人的他,则要处处面对他人的欺凌, 归根结底就是他成为了皇帝的女人, 虽然得到了弗林这个人, 却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心, 彼氏赫氏在宫廷中的遭遇无不体现了他悲惨的生活, 顺之最爱的女人是谁, 顺之最爱的女人毫无疑问的就是董乐飞了, 再没有第二人, 顺之生前有过两个皇后, 第一个被他废掉, 第二个皇后本来他也要废掉, 但在他两次动议的情况下, 都遭到孝庄太后和大臣们的反对, 特别是董乐飞曾跪下劝他不要再废后, 最终他放弃了第二位皇后的打算, 虽然第二次废后没有成功, 但并不影响顺之将自己的爱, 全部都投入到心爱之人董乐飞身上, 至于顺之是如何爱董乐飞的, 从董乐飞生前深厚的待遇, 我们就能看到顺之皇帝对董乐飞那刻骨铭心的爱, 据史料记载, 董乐飞是满洲正白其人, 是内大臣鄂硕之女, 对于董乐飞是怎么入宫的没有明确记载, 只是说他进宫的时候年十八, 也就是说董乐飞是十八岁才进宫的, 这就给人留下了一个疑问, 按照清朝选秀女的制度, 十八岁已经超过选秀女的年龄了, 所以, 人们对董乐飞的身份也有着不少的猜测, 在《倘若望传》中就记载说, 董乐飞曾经是一位满洲军人的夫人, 后来被顺之看上, 也有人说董乐飞是顺之的弟弟, 乡亲王伯木伯国尔的福建, 但是, 对于董乐飞身世的这些猜测, 并没有任何证据, 真实情况已经很难弄清楚了, 只能等将来有可靠的证据来解开谜底了, 但是不管怎么说, 也不论董乐飞的出身是什么样的, 这些都不影响顺之对他全身心的爱, 顺之十三年夏天, 董乐飞进入后宫, 在同年的八月就被册封为妃, 九月就照封为皇贵妃, 十二月正式举行册封礼, 我们从董乐飞的晋升速度来看, 就非常令人惊奇, 他不但起点高, 而且晋升快, 他初次就被封为妃, 在晋升就成为了皇贵妃, 属于月级晋风, 中间少了贵妃这一级, 直接晋风为皇贵妃了, 地位仅次于皇后, 这种晋升的速度, 在整个清朝的后妃中都是少见的, 董乐飞不仅晋升的速度令人惊诧, 而且在他被晋风为皇贵妃的时候, 顺治皇帝还超出规制地将晋风之势照稿天下, 甚至还特意大赦天下, 除十恶不赦的罪犯和犯贪污罪应该处斩的犯人不赦以外, 其他犯人死罪据简易等, 其他一律赦免, 一是普天同庆, 这种待遇只有皇帝登基和大婚的时候才会有的, 这也是清朝历史上唯一的特例, 由此可见, 董乐飞虽然不是皇后, 但实际上已经是后宫的主人了, 顺治如此高规格地对待董乐飞的册封礼, 实际上是另有目的, 他想策立董乐飞为皇后, 不久, 顺治皇帝就提出要废掉第二位皇后的要求, 心地善良的董乐飞, 对顺治废后的打算, 进行了极力的劝阻, 再加上皇太后的和大臣们的反对, 顺治最终放弃了第二次废后的计划, 顺治十四年十月初期, 董乐飞为顺治生下一个皇子, 按照排行, 这个孩子应该是顺治的第四个儿子, 爱物及乌, 虽然董乐飞所生的是顺治的第四子, 但是顺治对外却宣称是其第一子, 他对这个孩子的疼爱也远远超过其他的孩子, 可以说是捧在手里怕掉了, 含在嘴里怕话了, 顺治为此祭告天地, 接受群臣朝贺, 并举行颁布皇第一子诞生诏书的隆重庆典, 之后更是大舍天下, 对于这种待遇, 在清朝也只有皇太极与海兰珠的儿子出生时曾经有过, 按照顺治对董乐飞所生儿子的喜爱和给予的待遇, 已经完全是将其作为皇太子对待的, 可惜的是, 董乐飞生的这个孩子福伯, 在出生仅仅三个多月就因病去世了, 如果这个孩子平安长大, 那么就绝对不会再有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康熙皇帝了, 也许清朝的历史都会发生改变, 悲痛欲绝的顺治皇帝下令追封这个孩子为何树荣亲王, 这个爵位已经是亲王中最高的级别了, 顺治皇帝一生中的四位皇后, 前两位是因为联姻不得不娶的, 第三位董乐飞才是她的真爱, 至于第四位皇后童家世, 其实算不得是她的皇后, 因为童家世生养了康熙皇帝, 孝庄为了抬举她, 才将她追封为皇后, 即使是颇受宠爱的董乐飞, 其实也是死后追封的, 顺治对于董乐飞, 可以说是掏心窝子的真爱了, 倘若没有外人的横家阻拦, 也许他们还可以更圆满, 最后两人的早逝, 其实何孝庄脱不了关系。 课程中文字幕为了解写养一切